我好命啊 雞有雞味 魚有魚味 牛有牛味 蝦有蝦味 你今天吃了什麼味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肥 我是阿愛 又來到新一期的食環粉釣散 今期我們終於又來到打火鍋了 終於打火鍋了 今次我們來到荃灣的千色匯 裡面有一間火鍋店的名字是非常之特別的 叫做必忘料 它是主打台式的火鍋 其實它本身沒有火鍋放題 主打台式的料理 但最近新設了火鍋放題 據聞它除了有火鍋、打火鍋、任食之外 它的套餐裡面有很多的台式小食 嗯 也想試一下 不過我的重點就是在這裡的打卡位 因為上網看這裡有很多櫻花的報紙 嗯 除了看櫻花報紙 當然要外顧一下 因為暫時還未有得去旅行 我們要吃一些台式的小食 去華聯買台灣旅行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去旅行呢 好 那我們事不宜遲了 好 看我們調查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還有今晚隔壁的桌子 我們在新片的時候 大家就會第一時間知道 調查開始 好 我們已經坐這座了 其實已經開始錄製了 其實大家已經在外面看了外面的自拍包 都是一些簡單的火鍋配料 其實最主要的下單方式是透過QRF下單的 我們這個咖啡就是268元 就吃120分鐘 除了包含火鍋配料之外 也有很多不同的台式小食 最重要的最有特別的東西 就是可以喝喝這個台式飲品 外面一杯逛逛看好像三四十元 可以給你選 小珍珠 小甜 小冰 微糖 哇 很多東西很多選擇 這個就是台式的小戶圓 真的要喝喝才行 好 先說一下ZA和ZB的分別 ZA其實有普通的牛板肩 羊肉 還有豬 我們選這個ZB 豬會有些不同的級數 還有它會有牛肩甲 這一款就是牛板肩 其實我覺得只看牛板肩的質素 看起來都不錯 這個牛板肩非常瘦 吃下去沒什麼脂肪 以牛肉我覺得不算重 可能錄得太久 下次錄得比較短一點 可能有一點粉 因為真的太瘦 錄得太久真的很硬 阿萊 你弄了羊肉 不如你也試一下 羊肉也偏向瘦 但味道很粗 不過我覺得它的羊味沒有什麼 這個就是套餐才有的牛肩甲 相對而然會比牛板肩脂肪多一點 我已經錄了 試一試 肉質會軟很多 牛肉味會比較重 其實要說一下湯底 其實我選了兩款湯底 因為每人可以選一款 我選了麻辣湯底 它已經預先設定了小奶 我覺得剛剛好 對於我們來說 我覺得日式有小辣 其實 所以就有台式飲品 要喝一些有奶的東西 解一下這個辣度 好 試一下我們這個ZB餐會有的豬 就是西班牙黑毛豬 堅爽肉 好名 好長 豬其實都會拉少少肥膏 吃下去就不是很粗 不過我覺得它的豬味 就不是很重 而我這次錄這個湯底 就是椰子雞湯 喝下去它的椰子味 是很吹很吹 我喜歡我的湯多一點 不過也要說一下 因為這裡 它原先是台式料理 所以它本身的桌子 其實是沒有電子爐的 所以我們全部都是 用在桌子上的一個茄子爐 變相錄的時候 就可能要 吊著一隻手 就會辛苦些少 好了 我們都要試一下 台式小吃 因為這是另一個重點 除了肉 台式飲料 最重要就是吃台式小吃 好 先吃鴨血 鴨血 鴨血是蠻特別的 可以說是只吃的 因為平日我們吃 是要放入湯底 煮一下 這個鴨血都蠻爽口 不過它的質感不算滑 但是麻辣味是有的 但是沒有這個湯底 好 先吃麻辣金錢土 偏硬 可以不用叫 這個炸香蕉糕 炸香蕉糕 炸香蕉糕不算脆 但是香蕉的味道是蠻出色的 也蠻甜的 試試這個鹽素雞 鹽素雞調味道是蠻香脆的 但肉質蠻乾的 現在吃麻辣的 宜蘭的蔥油餅 裡面的蔥味蠻香脆的 好像有少許韭菜味道 裡面有很多汁 但脆皮就軟了一點 我覺得甜不辣一般 因為脆皮很黏 吃下去好像吃到脆皮 多於甜不辣的 我覺得脆皮 基本上我們都 嘗試了一些 在蔥油餅內 覺得值得吃的食物 我們是時候嘗試 一些外面拿的火鍋 配料 我覺得外面拿的火鍋 其實種類不是很多 不過有些是很特別 比較少見一點 就是這個複皮卷 因為外面少有 還有兩種 一種就是複皮卷 另外一種就是鮮蝦的複皮卷 先試試我最喜歡吃的蛋餃 不過這裡的蛋餃 皮就很大 鹹也很小 嗯 鹹就真的吃不出什麼 有些肉碎在裡面 但蛋呢 但蛋皮其實是挺滑的 試試米血糕 這裡的米血糕 不需要自己下訂 在外面自助巴 自己夾 不喜歡吃多少就多少 一樣都是煙煙韌韌 沒什麼味道的 我覺得如果這個 用阿肥的麻辣湯來烤的話 應該會好吃一點 試完我剛才所說的複皮卷 我這個就是蜜魚的複皮卷 很大條 這個蜜魚複皮卷 外面的複皮 其實就不太覺得有什麼複皮 但是它裡面是很大牙的 蜜魚的味道 也有輕輕的 但我覺得鮮蝦會不會比較好吃 我試試蟹棒 這個蟹棒 這個蟹棒的特色就是 滾了很久 都不散 吃了之後質感 因為比較粗 質感也是油 我覺得OK 好 試試這個牛丸 這個牛丸很彈 一咬下去都是熟湯汁 而且也有很重的牛味 我覺得這個牛丸挺好吃 可以再多幾粒 我們要繼續吃 最後我們會嘗嘗 台式甜品 這裡都有幾款台式甜品 一會嘗嘗看好不好吃 我們要多喝台式甜品 好了 這就是吃甜品 這個甜品都有不少台式甜品 其中幾款 最吸引的一定是這個窩夫 雖然它尺寸不大 但窩夫的款式是多少 我們叫這個 就是小茴園護麗窩夫 其實有些朱古力窩夫 用奶雪糕窩夫 你試一下 試一下 我已經很想試 這個窩夫 可能外面叫 都要幾十塊 我想都要十幾十塊 窩夫邊 在那邊吃不到很脆的感覺 而且那個窩夫 偏向不是很粉的一種 是有點甜 我覺得如果再選 我會選冰淇淋鍋 會好 你吃一個 我先試一下檸檬外肉 即是一塊檸檬外肉 我試一下檸檬外肉 檸檬外肉 它不算是很甜 但有少許檸檬味 在吃完這麼多牛肉之後 才吃這個很好 另外我覺得最最最最最特別的東西 就是有冰食 這個是飄雪世界 裡面有些爆爆豬 也有些紫薯 也有少許芋圓 我試一下 好像挺特別 其實我超久沒吃過這些冰淇 現在已經 如果是七八月就吃了 更加熱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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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冷 又不是感性牙齒 但它裡面 因為加了一些黏奶 有點甜甜的 然後有些爆豬 因為這些爆豬 吃下去是有少許酸的 加上口感爆出來 爆出來 我們已經吃完了 那是瘦了 我們先說一下價錢 那價錢呢 兩個加起來就是 590 即是除了開 每人295元 都吃得非常之飽 那就是要說一說 這個缺點 那第一個缺點 我個人覺得的 就是那些單有少少亂 因為連續幾次 都拿錯一些東西上來 而這些東西 我沒有叫到 一樣東西 就是那些肉 相對有少少參差 譬如同一種肉 例如羊羊肉 第一碟的羊肉 就是沒有酥味 但第二碟是非常酥 我也知道 肉的品質 那一碟肉和那一碟肉 是有所不同的 只能說一說 是有這樣的 我們發現這樣的問題 出現 其實它都有其他的好處 對不對 那優點方面 當然 就是有很多這些 台式飲品 我剛剛想喝這杯 就是水果茶 我覺得都不差 而且重點 它有分不同的糖度 甜度 還有一些冰 少冰 多冰 另外第二個 優點 就是 它這裏 雖然沒有我們上次 在屯毛石那間火鍋店 那些打卡位 沒有那裡的打卡位 那麼多 但是 這裡每一個座位 都會看到一個櫻花樹 所以 都蠻耀眼 都蠻漂亮的 另外就是 這裏都有很多不同的特色 台式甜品 尤其是剛才那個冰 我覺得 就算在外面吃都很貴 都不便宜 只要三四十元 但是這裡可以給你飲食 所以我覺得 它的價錢 都對得住 這裡的 應該是用這個食物的質素 對它的價錢 好 我們試試給我推介指數 阿肥 阿肥 阿外 推介指數 81 85 哇 這麼高啊 對啊 因為好像很久沒試過 一些台式火鍋 有這麼多款的台式飲品 還有一些 這麼多的台式甜品 給大家吃 而且質素是不差的 嗯 好 最後 正所謂 食物質素好升可甜 甚至可以突然 毫無質素可以 所以大家記得 因應自己 承受風險的能力 決定來不來吃 那今集影片就到此為 如果大家喜歡 集合分享 喜歡訂閱按鈴鐺 按下鈴鐺 如果大家還想知道我們的最新動態 記得留意我們 最新動態可以將來 那都是情有美食 我們可以的情有美食 關注到 所有的影片 下方應該當然 黃星期二午晚上10點出片 下期再見 咦 下個星期又好像有個Bino打 是時候要吃下一個 好像酸菜魚 嗯 嗯 終於去吃了 好 下次再見 Bye